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搭档 我和张博洋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明白 高端的脱口秀 往往只需要单人的表演方式 我就真的前一阵子 大部分演员都在上海隔离 然后我也是 然后我就发现这些脱口秀演员 太厉害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除了说脱口秀啥也不会 生活不能自理 却依旧坚韧不拔 他们有的生吃过茄子 有的生吃过西葫芦 小北甚至发了这样的一条朋友圈 说请问高筋面粉能生吃吗 他问这个问题都甚人 他那个意思好像如果是低筋的 哥们问都不问直接就吃了是吧 吓得我呀 马上就得在朋友圈下面回复说能生吃啊 哎呀 朋友们我是这么想到啊 就我确实不知道生吃面粉会发生什么 但只要我再观察一会儿 小北会让我知道的 没有啦 都是亲生的朋友是吧 我最后还是没忍住 告诉了他不能生吃 并且详细地告诉了他 鸽得汤的制作方法 小北就去做了 小北那个鸽得汤做的 就怎么形容呢 就没法形容啊 就黏到什么程度朋友们 趁热从锅里倒到碗里 稍微一冷却 就再也无法从碗里倒出来了 还问我呢 说果仔这能吃吗 我说那你摆出一勺来我看看吧 他尝试了一下说 果仔 摆不出来啊 就勺子插进去之后 就无法离开这个碗了 我说你再使点劲呢 他说碗好像离开桌子了 我说那摆 摆咱这样摆啊 咱就别吃了 咱留到年底 年底就能吃了吗 就春节的时候啊 贴春联肯定用得上 这就是我那两个月的困境 就我看着我的朋友们 在厨房里对自己杀人放火 我心里难受 因为哥们啥都会 光鸡蛋的做法 大分类上我就会八九种 细分出来好几十个菜 各种鸡蛋 有的就朋友这样夸赞过我的厨艺 所以说母鸡看到了都能跟你拼命 那段日子我天天就在想 母鸡怎么还不来跟我拼命啊 你说我光有厨艺有什么用 我很需要母鸡的命啊 但是后来我又一想 那如果真来了一个母鸡 那场面也很尴尬对吧 他来了一敲门 我说你谁呀 他说哎呀我母鸡呀 你真的很想啊 大家好 又让准微 太恐怖了 这个国宰回来了 回来了 你看李淡你变了 这种光影都拍 就我听完了 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开个学人的小玩笑 大伙不要见怪 那段日子我就总帮着我的朋友们 出谋划策 告诉他们怎么才能活下去 是吧 怎么做很难的很艰难 李淡就是最大的困 四个了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谢谢 很艰难真的 李淡就是最大的困难户 因为你看我讲怎么生存 你给李淡 就得从头上的头给他讲起 你首先要告诉他 我们是人类 人类不能光喝酒 是吧 不吃饭 你还得给他解释 人体是需要营养 但是葡萄酒加糖 不叫葡萄糖 讲来讲去 老李都崩溃了 活着怎么这么难啊 好想有个人照顾我 我听完更崩溃了 我说你想有个人照顾你 你别离婚哪 太高了 但是 但是即便是这样 哥们还是没有代购 我没在家代购 因为哥们是一个天生的死宅男 宅在家里是我最大的爱好 就真的没有别的爱好 一开始防疫宣传说 大家尽量做到 非必要不出门 大家能做到吗 我说我做了33年了 我平时必要也不出门啊 我只喜欢在家待着 我讨厌门外的世界 都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打开一扇窗 真的上帝要是到我这儿 关上一扇门 我马上就反锁 他再想为我打开一扇窗 我发现打不开窗户也锁了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说的了 就住院吧 住院一切不好的 赶紧过去 以后想出门的人都能安全出门 想宅在家的人就安心在家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查德儿 哈喽 去年上节目之后 很多人说我是丧戏脱口秀 然后就有一些白伙找我 我说我是丧 但毕竟还是喜剧 他说是喜丧 前段时间居家 大家因为无聊 行为越来越奇怪 我对面楼的大爷 连续三天 站在阳台盯着我看 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换回了男装 谢谢 谢谢 那两个月我一直在回忆过去 我上学的时候 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 会想各种办法 有一次老师收作业 我同桌 站起来说 我自己来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 把他作业本抢走了 我觉得他太笨了 连我都认不出来 有一段时间 我的邻居 是一个精神病 他住得离我很近 就在旁边的床位 他跟我说他有透视眼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会隐身 我一直在租房 租房装修 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 我之前 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 房东很生气 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 这不能怪我 因为前一天他说 一个月四千 我说三千五 他说那没门 我说可以 我喜欢你们 有来有往 我们继续 我觉得独居女性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为生活会很危险 我邻居 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 放在家门口 第二天就丢了 我挺难受的 我挺难受的 挤脚 我们继续啊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人卖唱 我看了很久 都没给钱 他唱完看着我 你能帮帮我吗 我帮他唱了一首 我想说 我想说我们这帮人 为了这个节目真的很努力 一些南方演员 每天练绕口令 刘奶奶 找刘奶奶 买刘奶 我说你这样不对 应该是刘奶奶 找牛奶奶 买经典超绿牛奶 六颗原胜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牛奶奶说 这么好的牛奶 我才不卖给牛奶奶 可以可以 我很怕和老板交流 公司团建 同事逼我去给老板敬酒 告诉我酒 一定要比老板的低 我上学 老板 祝你长命百岁 最后分享一个 我的研究成果 我发现男女的区别 可以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来 比如女生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是拍照 男生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是打水漂 之前我约女生去西湖 她把手机给我 让我帮她拍照 她把手机给我 让我帮她拍照 我技术非常好 十年环到了对岸 被人奸走了 好在对方也是一个男生 打了回来 但她技术没我好 三下就沉底了 所以 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 我心想天哪 还好我会隐身 我会什么 会隐身 不想玩了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陈璐 哇 今年也太难了 因为我也是一位前辈 领导又来突围了 太惨了 没事 但我作为领导 非常的 今年非常的荣幸 因为在我当上喜剧领导的第二年 就把脱口秀大会 带来了山东录制 我希望三年之内 把山东打造成中国脱口秀第一大省 你看领导就是喜欢吹牛 但有些事情我们绝不吹牛 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超绿黑格纪带来两倍高营养 你看 你看领导有些话也不吹牛的 但是会打广告 今天终于又录制了 太开心了 因为上海疫情关了两个月 太想你们了 这个疫情刚有苗头的时候 我爸妈还专门从山东去上海照顾我 被我称为最老逆行者 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菜嘛 好在我们小区呢 会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发菜 哎呀我就靠他们发的菜活着 又过上了啃老的生活 家里没有老人的邻居可羡慕我了 说你哪来那么多老人啊 能不能允我一个 这个我爸妈憋在家里很无聊了 老人妈平时就喜欢到处溜达 憋得我爸都跳上流根红了 我妈就憋在家里织毛衣 想不到他们在大城市 又过上了男跟女之的生活 这是一个年轻梗 这个当然疫情期间呢 我爸妈最担心的不是我 是公司 整天跟我说 你们公司不会倒闭吧 你这才当了几天领导 如果你感觉公司不行了 赶紧找关系把自己调走 我说爸 我们这行业没有调走一说 我能调去哪里啊 德云社吗 而且人家德云社已经有领导了呀 我爸说 哎呀领导嘛 这东西他又不干事 你这多一个也看不出来 我说爸我去说相声 你是我爸 你也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哦 以后大家会这么介绍你 这是成鹿的父亲 王老爷子 其实疫情期间 我们公司还好了 就在李诞的带领下 练习一个本领 就是不用吃饭 靠喝酒就能活着 我们真的组织过几次云喝酒啊 就是对云喝酒啊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就是你们上网课 我们喝网酒啊 你们逃课我们也有人逃酒啊 一道干杯 他又假装网卡 哎卡住了 而且我们云喝酒很正实啊 用的是专业的会议软件 腾讯会议 这个会议还要提前预约 设置会议密码 这个为什么要设置密码呢 因为有一次有个大哥 冲进来一顿喝 我们都懵了 我们公司也没有 这么能喝的大哥呀 大哥说不好意思 走错包厢了 最挺逗的 最挺逗的 我也是挺好玩的 然后疫情期间呢 其实有很多明星出来给大家唱歌啊 加油啊 助威啊 这个脱衣演员在疫情期间也太没用了 对吧 当你饿得不行了 我们能干啥 只能给你送去快乐 让你笑着离开 而且也不需要我们制造幽默了 对吧 因为当时很多歌舞表演已经很好笑了 对吧 就是那个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暖了四季 大白听完说 谢谢你 我真的会谢啊 然后我们最近录节目也特别忙 两个节目叠在一起啊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隔离在家里也挺好的 啥也不干多好 我就感觉隔离有点像婚姻一样 就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想出来啊 想不到最近又遇到了微诚的问题啊 这个 讨厌 对 我最近最大的感悟呢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个人不能把握的啊 好在复工了 现在我的人生格言就是 听天命 进人事 干好活 笑着走 然后呢 这次来山东录制也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山东人嘛 我也紧急教了一些我的同事们 一些山东话 以防万一 比如说什么 你好 谢谢啊 不能喝了 不能喝了 好谢谢大家 我是程总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俊 你好 我今天演出的时候脑袋被闷挤了 字面意义上的 就是这里还缝了针 你知道吗 对 当时我跟导演组说 我说我都已经这样了 要不今年就直接让我过了吧 他们说你都这样了 要不你明年再来吧 我说我开玩笑的 你看我这嘴巴巴的 不是还能说话吗 干啥都行 没问题 你吩咐哈 于是我就来开场了 去年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说了一些自己读博士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吗 有一些印象 但是我要坦白 我今年已经没有继续读博士了 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非常喜欢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 脱口秀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也不擅长搞科研 我只会搞笑 当然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我导师跟我说的 所以 他每次看着我 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数据不搞笑吗 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我读博士这事儿 心不成 就是博士啊 对于我来说 它不是个学术地位 它就是一个社会地位 我追求的不是 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我追求的是 别人听说你是一个博士的时候的那种赞叹 就别人是 哇 你是一个博士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说每一下都遮到我心里去了 你知道 我特别喜欢品尝这种虚荣心 我表面上 没有没有没有 心里边 喵喵喵喵喵喵喵 哇 你好厉害呀 喵喵喵喵喵喵 你好聪明呀 喵喵喵喵喵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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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有些长辈 他们也是博士 所以如果我叫张博的话 我就跟我爸同名了 别人跟我爸打招呼 张博你好 这一定是您的儿子 张博吧 我爸说 哦 他 他是张硕 所以你知道 当我第一次听说庞博 原来只是个硕士 不谦虚啊 庞硕 我还是大王 我朋友知道 我父母对这个学业 非常的执着嘛 所以他们听说 我博士一业之后呢 格外关心我的父母 他们就一直问 你父母呢 你父母怎么样 你父母还好吗 他们的前台词其实是 你还有父母吗 我说他们应该是同意了吧 因为他们听我这件事之后 他们一直跟我说 你小子行啊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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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行啊 行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但我们家的博士 也是要后继有人的 现在又能生二胎 三胎了 我和你爸决定 再要个一胎 希望你能尊重我们的选择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跟他们讲这个事了嘛 他们一开始不同意 我就要说服他们 我说我真的很喜欢 搞笑这份事业 我也很擅长 我导师也这么说了 你可以去问他 所以我决定 搬去上海 全职做一个脱口秀演员了 上海是全中国 最先进的几个城市之一 治理水平非常厉害 那还能出什么岔子呢 不会出任何问题了 时间快进到 今年的上半年 我在上海居家隔离的时候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他们来关心我 他们说 还搞笑不 笑一笑 当然是最后学历 这个事情你要说清楚 知道吧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娱乐圈嘛 学历不能开玩笑 我之前开玩笑 说什么张硕呀 只是个硕士这种 但其实我读的是直博 就是本科完了以后 直接读博士 所以我现在没有读博士之后 我也不是硕士 我是张本科 谢谢大家 我是张本科 大家好 我是萌萌 今年的舞台 对帅哥这么严格吗 朋友没有见面了 今天能见面就很不容易 我们这群人 上半年的时候 一直都在上海 在家待了两三个月 你知道能出门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第一时间 我就去做了个按摩 因为很久 没有时间体会到那种 你花钱就能买到服务的感觉了 然后当时我趴在床上 在那按着按着 我发现我背后师傅突然不按了 我正纳闷的时候 那个师傅突然 你是磅礴吗 很感慨啊 六十多天了 第一次见陌生人 是从那个洞里 我俩在那四目相对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 我说朋友 脱衣服之前 为什么没有认出来啊 而且在上海 就是刚开始在家的时候 物资也很不充足嘛 而且我个人有一个 不太一样的感受 去年我在节目里 我不是讲了一个 蔬菜盲盒的段子吗 对 遭报应了 因为当时我贼嚣张 我在台上 我说蔬菜这种东西 是不可能卖盲盒的 我哪能想到是吧 预言家乱跳啊 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当时确实很困难 很困难 就是连什么很多东西都很难买 鸡蛋都不太好买 我还发了一个微博去抱怨 好在我这些朋友是吧 人都很好是吧 有七八个朋友 各种途径 给我送来了两百多个鸡蛋 七八个朋友啊 一个送西红柿的都没有啊 这群特口球演员的智力 真的是 到后来我家都用鸡蛋饼 卷着荷包蛋 蘸鸡蛋酱吃 后来我都崩溃了 我看着那些鸡蛋 我都想是吧 我要是会复蛋就好了 我都恨自己 我当初为什么要上交代呢 而不是复旦 你居然介绍谁啊 我跟王建国一起演 慢才是有后遗症的 而且我当时是跟我老婆 两个人在家 我开始对婚姻 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你知道之前总听人抱怨 说婚姻里如果只剩下柴米油盐 酱素茶 会特别的枯燥 特别的乏味 那两个月我一想 那也太幸运了 就那两个月 这七样东西 我家就没有凑齐过 但凡有三个 我都吃上茶叶蛋了 而且当时有两个月时间 一直都没办法理发嘛 我头发特别长 已经长到这了 我每天就在那甩 我每天起来像有一个异形 抱在我脸上一样 我这段时间都理解刘欢 为什么是那样唱歌的了 而且 而且你懒得收拾嘛 我的时候就甚至想 要不今天就单独洗个刘海吧 直到有一天 我开始发现 事情有一点点不对劲了 当时我跟我老婆 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你压我头发了 结婚七八年了 住成姐妹了 后来 后来我老婆就开始帮我 那个扎辫子嘛 刚开始就是扎一个 那个小啾啾在头上 后来随着 头发越来越长呢 我能接受的底线 也越来越低 到最后啊 怎么说呢 双马尾造型的我呀 可爱程度 直逼王心灵 就是 就这个造型虽然很诡异啊 但我发现 它对夫妻感情 其实很有帮助 就是不管你两个人 怎么吵架 怎么冷战是吧 只要我抒起我的双马尾 对着我老婆 爱你 她再不想搭理我是吧 至少也会跟我说一句 恶心 其实我还挺庆幸 是两个人在家的 你知道 因为可以互相照顾嘛 我刚开始还想 就比如说 像我老婆生理期 大姨妈这几天 我就多做一点家务 想得挺好 后来发现 根本做不到 也不是我的问题 女生朋友们都知道 对吧 两个人在一起 时间长了 生理周期是会同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几天也很烦躁啊 不是很想碰凉水啊 要是能买得到红糖 我也想喝一点 说了这么多都是苦中作乐 好在都已经过去了 希望我讲的这些 大家也都永远不用再经历一次 希望这个世界上 也再没有蔬菜盲盒 谢谢大家 打扰小快啊 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托我球大会不是一个娱乐节目 是一个励志节目 真的 你看去年最火的演员 要么穷 要么丑 对不对 弄得我这种普通人吧 心里压力很大 本来长得挺普通的吧 都开始有容貌焦虑了 真的 我照镜子的时候 现在忍不住都会想 这是不是有点帅了呀 你说这样 关键是啊 关键是 在北京还有六套房 你说 就每次 真的就每次 现在写不出来 搞非常痛苦的时候 你总感觉身后 有六个声音在那说 没必要 说实话 我非常羡慕其他演员 他们可能出生在一个小城市 你知道吗 然后为了梦想 去大城市讲脱口秀 我就不行 我就不行 因为这些演员全都在上海 我不能跟我家里说 我想为了梦想 然后从北京到一个直辖市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去当一个脱口秀练习生 我妈听了根本就没法理解 说你去那么偏远的地方干嘛呀 我还得必须跟他解释 我说这直辖市的人民也是需要快乐的呀 对不对 后来是徐志胜鼓励了我 他说哥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先来上海 你来上海住我们家 看看我在上海过的是什么生活 后来我挺高兴的就去了 到他家一开门 一地的垃圾 我说你在上海过的是有机生活呀 你这 我说你看看你这个床 不知道的以为 就我刚看他这床就感觉 昨天晚上啊 大衣柜可能是喝多了 把衣服全吐床上了 你知道吗 我说你这屋这么乱 咱们怎么睡觉啊 他说 你还是不够困 睡着了不就不乱了吗 然后他躺着就睡着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 就把这个房间收拾了 一边收拾一边感慨 就脱口秀大会这个节目啊 对人生的转变啊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 一年以前 你们谁能想到 一个山东济宁刚毕的大学生 会在上海 雇一个北京的X2代 给他收拾房间呀 收拾干净以后 他也睡醒了 起来还夸我呢 这家里边 确实得有个男人呀 而且我跟你们讲 我去年决定来上海 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想找回我的自信啊 因为去年参加完节目以后 这行里边 你就没有人尊重我了 真的 你看看这个笑声 徐志胜 以前见着我的面 管我叫快哥 现在见着我的面 管我叫小阿快 这次参加退友大会 其实没有其他的原因啊 就是 我确实年龄 在他们这些选手里边 算比较大的了 我不想只做这个 年龄上的哥哥 更想在能力上也是哥哥 但是如果能力上不够的话呢 我就努力 让大家以年龄为标准 叫我哥哥 好吧 我今儿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伙小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真热情啊 这个还记不记得 我去年在节目里 说了飞盘 记得吧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玩飞盘 只有我在家隔离 也玩不上 给我惦记的 给我急的 有一次在家 急的我直腰尾巴 我说我想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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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想玩了你知道 在家隔离 我每天的生活也非常单一 就是做饭 洗碗 收拾菜 收拾厨房 外地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小北 你怎么在家里 天天跟个家庭主妇一样啊 问你这是什么话 我就一个人住 我这是家庭寡妇 说实话 刚开始隔离的时候 我还有点兴奋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隔离过 那时候准备了五天的方便面 面包 各种零食 那五天过得怎么说呢 有点像坐火车硬卧 第六天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我说这个火车到站了 怎么还不能下车呢 然后当时东西都吃完了 还好后来发了物资 但是我不做饭 我家连盐都没有 当时给我急坏了 这都给我急哭了 当眼泪划过嘴角的时候 我说 这不有盐了吗 趁着眼泪没干 赶紧把菜就给吃了 然后开始能买些调料之后呢 然后自己兴致勃勃 给自己做的牛肉 第二天拉了一天肚子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这个坊间传闻 不是在家做饭比较卫生吗 其实当时牛肉出锅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点问题了 你知道吧 因为那个牛肉有点硬做的 硬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在出锅的时候 炒那个牛肉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锅里面 听到了叮叮广浪 叮咯光浪 叮咯光浪的声音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疫情一结束啊 然后外地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说小北 带你出去玩 带你出去露营 改善一下生活 逃离一下城市的喧嚣 我一到一个营地 看到乌羊乌羊 全是人 全是帐篷 我说 这也太喧嚣了吧 感觉那都不是个营地 那是个部落 当时我都有点恍惚 我说刚才那个扎脏辗辫的 扎扎、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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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我说刚才那个扎脏辫的不会是我们酋长吧? 都给淹了,行吧 然后 我什么时候发现的有点像部落的 就是当时我特别想上卫生间 找了好久的找到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问旁边人 我说这个卫生间在哪啊 旁边那人都非常疑惑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行看看 他一直在吃饭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遍地都是 又淹了一个梗 气不人了 晚上到了饭点 我就问我朋友 我说今天晚上吃点啥 他特别兴奋 他说咱们今天吃了方便面和牛肉 我当时听着锅里面 叮得光亮叮得光亮声音 我想我来这儿干啥了 我来这儿一苦思苦呢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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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误是光明笑 好神奇的表演 受不了了 调整一下情绪 然后野外的虫子也非常多 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晚上一开灯的时候 你就发现我全是蚊子 虫子都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都不敢说话 我怕我一说话就杀声 我怕我说实话就 吃一个 你知道吗 有意思 然后最烦的就是 晚上在帐篷里睡睡袋 睡袋我觉得太难受了 你们都知道睡袋 包裹性非常强 就把你全身都包裹住了 就只剩一个脸 当时我跟我朋友 在帐篷里特别像两个剧型的 蝉蛹 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 保暖是保暖 是不是有点不安全 假如那个帐篷里突然进了一个人 拿进帐篷里面偷你东西 你就很局促你知道吧 当时偷完东西之后 你就在那儿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赶快等我十分钟 等我 破茧成蝶 偷东西都还好 我就怕他偷人 非常的尴尬 突然进来之后把我扛走 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 世寝的妃子 旁边还有个尖尖的声音说 北娘娘今天世寝了 回来之后 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好 越来越繁足了 真的你想一下 露营 攀岩 钓鱼 而且还有花钱繁足 我在想过两年 会不会有的公司会团建 出外 扎寨 采摘 打猎 爬树 然后这个项目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野人乐 然后吐槽这么多 然后那个时候 虽然就是感觉 这个露营虽然吃得啥 住得也不舒服 但起码那里没有疫情 还有一帮在篝火旁边 转圈的好朋友 我今天讲这 谢谢大家 我小北 谢谢 朋友们 你们好吗 我介绍一下 我叫郭展豪 我现在也在上海生活 我也是跟大家一起 闯关东过来的 疫情了两三年 搞得大家都很烦 甚至有朋友说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是最糟糕的年代 我觉得不至于 我们这个年代很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 就算哈利波特来了 他也会很羡慕 你比如说 哈利波特想发个短信 他得先找猫头鹰 是吧 干血 洗完绑腿上 我怎么发短信 秀 结束了 回来了 是吧 我甚至可以收到 六十秒的吼叫信 如果我想的话 我甚至可以把吼叫 转成文字 阿利波特行吗 霍哥沃兹我也不羡慕 你比如说 他能有一个 会动的楼梯 很厉害 但是我们也可以 坐电梯 但在楼梯上 可以看到旁边 有会动的壁画 我说我电梯里 也有会动的广告 但那边还会夸你 哦 真是漂亮的小姑娘 我说我的广告会帮我 找工作跟老板谈 找工作跟老板谈 我原来觉得 霍哥沃兹也不是个好学校 伏地摩都要来了 还跟他玩奎地棋 你说谁家正经学校 还上体育课呀 你单凡拿出中国学子 一半的学习态度 伏地摩也不敢造次 是吧 每天在黑板上写着 距离伏地摩到来 还剩270天 早晨6点半 给我开始起来晨跑 7点给我开始准备晨考 早晨伏地摩还没醒呢 我们已经上完两节课 准备开始跳 孤勇者了 你别跟他玩 亏地棋了 都给我改成 学习疯狂咒语 所有人在草场上 给我stupid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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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在前面 跟我一起 Extbaniama 所有人 Extbani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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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地摩拿见过这个呀 看见直接吓飞了 飞到天上 不知不觉被两个东西缠住 他以为是防御魔法 谁知道是两个飘带 左边破斧成重 战他个日出日落 右边背水一战拼 他个无怨无悔 是吧 是什么酷玩意儿 太冲向了 这段子 这才叫好学校朋友们 霍格沃兹括号重点版 是吧 我们这个学校真的很好 时代也非常好 科技也很发达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却变得越来越冷漠 吃饭一定要扫码点餐了吗 有个扫码点餐 服务员也看都不看你 我说你要厕所怎么走 他说你扫这码就行 我特别怀念以前的东北老菜馆 是吧 服务员没有扫码点餐 全有脑子给你寄 你往那一坐 人吊根烟就过来了 小伙儿 吃点什么 是吧 我哐哐哐点十多个菜 大哥直接走了 我以为他要去后书寄下来 谁知道 人直接去下一桌 小伙儿 吃点什么 是吧 就这个机理 跳去最强大脑 至少能拿前三朋友们 主持人在前面 那今天呢 挑战我们最强大脑的 一共三位选手 首先来自哈佛大学的 吞尼 耶路大学的金尼 以及东北人家的老刘 我们今天比个猪心算 请问123乘321 等于多少 前面两个人 老刘非常淡定 一共三万九 主持人都懵了 我的天哪 这也太快了 但你怎么能成熟的是个整数呢 老刘呵呵一笑 老客了 给你抹个铃啊 谢谢大家 李淡把我带他炒股 和他离婚并列 成为他的两个不大姓氏 李淡实际是我徒弟 跟我学炒股 法号误赔 李淡聪明 学东西快 但凡学慢点 都不至于赔这么多 有时候我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 套得这么深 还学得那么认真 现在我俩人一出去 都说 哎呀 脱口袖跳啊 其实现在我已经不用教他了 对吧 他现在亏得比我多 但出于蓝 而胜于蓝 而且其实 理财这事 我家是有传统的 每年春节 我家最隆重的不是除夕 是初五 因为叫赢财神 初四晚上我妈就说 面子要早点起 赢财神 我说现在都不让放炮 我拿啥赢啊 他说你就开开心心的 给我笑赢 后来我查说 放炮不是为了赢财神 是为了驱穷鬼 因为有响声 所以驱穷鬼 但现在不让放炮啊 初五我早上起来 一看客厅 看见我妈在那 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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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驱穷鬼的 关键是 他也不开个门 不开个窗 我说你把那个穷鬼 从你屋去到我屋 而且根据我妈的行为 我今年的理财状况 我觉得穷鬼 就是被我妈 关在我家了 现在赶都赶不走了 穷鬼说我现在呀 非必要不出门 我今年上半年的 理财状况怎么说呢 脱穷鬼的福啊 隔离两个月 APP张单显示 我消费了两千多 股票亏了五万多 但没有办法 股票是我在那段时间 唯一能买到的东西了 没人跟我抢 菜越抢越贵 股票是越买越便宜啊 而且股市是那种 为数不多的 花了钱也买不到尊重的地方 你看股市那个用词 买了个股票 说什么市值 动不动蒸发了几百亿 就你偷了抢了 它还有个地方 这蒸发了 都没处说理啊 我就不明白 我说你这股票 到底有多少水分啊 怎么天天蒸发 而且你再想个事 就是业态到气态叫蒸发 人民币那是固态啊 固态到气态那叫升华 所以说我们没有亏 只是我们的钱都升华了 升华了 升华了 上半年前几个月 我在股市的室内求生之后啊 开启了真正的室内求生 那俩约有被隔离在酒店 你看他们隔离在家 我被隔离在酒店了 而且是为了工作 纯是为了工作 公司让我去的 去之前公司说 带好五天的换洗衣服 五天的换洗衣服 在我听来 那就是不用带换洗衣服 我没想到要这么久 之后没办法 用自己手动洗衣服 而且那个时候 洗衣服的时间点 真的很难把握 我这边刚洗完 那边打电话说 下楼做核算 我说我裤子还没干呢 他说那你换一件啊 我说我没有啊 我也能理解人家 你知道人家怎么上报吗 酒店全员36人 35人核酸阴性 一人裤子没干 而且在酒店里面 吃饭是个问题 没办法做饭 你看他们讲什么 抢菜抢菜难 我连菜都没法抢 我得抢外卖 抢外卖比抢菜难太多了 因为我得等那个饭店老板 抢到菜之后啊 我就靠抢不到外卖 瘦了20斤 很多人问我 说你靠什么减的肥 我说主要是靠 手速慢啊 以前减肥是要努力的 现在不努力 肯定是要减肥的 而且你想想 真的 越饿越慢 越慢越饿 恶性循环 而且我抢到外卖之后啊 要分成几份 规划成几天吃 这是真事 因为我知道 不要把鸡蛋 都放进一个肚子里 本来寻思 风之前 我还带了两罐红牛进去 我寻思这不叫能量饮料吗 吃的不够 实在不行 喝罐这个也能顶顶 后来隔离之后 喝了才知道 这晚上越喝越饿 后来一查才知道 能量饮料指的是 喝完之后 人能散发能量 这都傻事 你能想象吗 半夜一个人 坐在那儿 在宾馆里散发能量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什么都没说 就像过去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啥也没发生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 我是沐川 很开心回主场作战 去年一年 一直在忙孩子上学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 没有上海户口嘛 上海有个政策 有极色大学 考上研究生 是可以落户的 然后子女随签 也能跟着落户 所以最近 我一直在催我爸考研 跟他说 你就努力一年 年底你就能上岸了 我爸说 儿子呀 回头是岸呀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说没了呀 你这岁数 也没法考公务员了呀 你这就是 黑发不知情学走 我爸说 那你去考呀 考公务员还稳定 我说考公务员 是为了稳定吗 考公务员 不是为了 为人民服务吗 我爸说 对 到了面试的时候 你就这么说 我说我真没法考 我得多挣钱 我要是当了公务员 还多挣钱 你害怕不 确实得多挣钱 我们公司附近的幼儿园 一年二十万 但是还是觉得 孩子在公司附近 上学方便嘛 于是就换了一个思路 现在天天劝公司 搬到一个偏僻点的地方 考虑一下郊区周围 公司好像没听清 搬到了郊州 其实上私立小学 摇摇牙也行 主要是怕孩子在上海念完高中 回山东高考 别的山东小孩高考的时候 都想方式法往外走 只有我闺女一个人默默地逆行 她拿着我买给她的回济南的高铁票 说爸爸 这难道就是乡愁吗 我只能爱慰她 这就是考验你是不是有真本事了 闺女说爸爸 我有没有真本事不知道 但是你是真没本事呀 我说那还不怪你爷爷没考上爷 为了不回山东高考呢 我决定提前在上海看看房子 虽然都买不起嘛 但是我们公司最会省钱的王建国 就给我出主意 川哥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凶宅啊 真的去看了 打车过去以后 一眼就认出那中介 身份特征太明显了 穿着西装革履的 没有挂公牌 挂了一个八卦镜 我说那么凶的嘛 你这有点迷信了吧 他说哥 我干这一行之前 可一点也不迷信 然后那个小伙子 尽心尽力给我介绍房源 说这个房源 跟这个小区 其他同类房源相比 有个优点 就是他夏天 基本上不用开空调 他说我再给你 普及个知识点 就是心理上的梁啊 它不伤身体 我就给他砍价嘛 我说你这个房子 公摊有点多吧 他说哥 这可对你有利 你看这么大块公摊 都是逃生通道 当天带我看了七八套凶宅 每到一个凶宅 就跟我讲一桩凶杀案 我觉得还是有点贵 我问他 还有没有更凶一点的了 凶宅真的便宜很多 普遍的要便宜一百多万吗 我最后看那个便宜二百多万 我说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啊 他说这个送走过两任房东 你有兴趣成为第三任吗 我说那我肯定好好考虑一下 虽然我不迷信 但住这个房子里的人 太容易挂了 我们家里人还有人考研呢 谢谢大家 我孟川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 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 几个未进南北朝的饺子 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 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 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 五分钟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 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涵沙门适菌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事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 还把美气灶的灶眼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灶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 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 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 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 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 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 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 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 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 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 我只有两条路 晋级上天堂 淘汰下厨房 上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梅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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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